大家早上好呀 应该是中午好 现在正好是12点 看这个是我家自己家院子里长的 少要 少要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很漂亮 不好的就是它一落 啪 擦叶子全部掉 然后昨天还放在这里 然后呢 看我们家昨天因为用的盘子多 然后都洗掉了 洗掉了之后 看我的 这位好朋友要带的 正好这些酱看我们用的 然后还有火锅底调的 它是从国内带过来的芥末 这个芥末可辣了 我们喜欢吃芥末的 一般在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 我和我老公的分工也很明确 我老公他做早餐 我做晚餐 有的时候呢 想偷懒 晚餐他也包了 但是要有技巧的 一定要夸他 上次你哪个菜做的好吃 然后呢 多夸他 然后我说我今天也想吃 所以呢 他就会很高兴的给你去做 然后他是带着热情 那种高分劲啊 他给你去做的 所以做出来菜 非常好吃 不过他说实在 他做的菜也挺好吃的 他做菜不像我们做菜 我们是有的时候是凭感觉 但是他们做菜的话 他一般好像男人的通病 都是做菜的时候 他会根据食谱上面的材料来 该放多少就放多少 多一点都不行 但是我们会把那些 就是剩下来的心 想想也会丢掉的嘛 那不要丢掉了 不要浪费掉嘛 就一起放进去 但是男人不一样 他们也都 多一点都不行 所以呢 就是我老公他 就是每个星期五 几乎每个星期五 98%吧 我们家他都会做面包 这面包的确他做的比较好吃 而且我们家他不单单做这种面包 他尝试过很多的面包 但是都被我否定了 但是他就是不撞南墙 生不死的那种 他尝试之后啊 他要再尝试 为什么我做不成功 有一次到凌晨两点的时候 因为他要烤了一个面包 结果呢 他自己睡着了 让我坐在那里看 后来我生气了 我说你做出来的面包又吃不了 为什么要做呢 你自己又不吃 我也不吃 你不是做了浪费吗 后来有一天 他醒悟了 他说那我就不做了吧 就做这种 我也爱吃 他也爱吃的 干嘛呢 是不是 他还会偶尔做一种 就是那个日本的汤种面包 汤种吐司面包 因为我闺女也喜欢吃 的确好吃 德国这里的 很少有甜的那种面包 就是有的那种甜的面包 跟国内那种甜的面包 是不一样的 品种不一样 口味也不一样 刚开始来的时候 他们这里面包 我怎么觉得 跟石头一样硬 后来觉得 也挺好吃的 抹上黄油 我是不会像 其他的女生 她说 吃黄油会发胖 我一个星期 也就是周末两天吃一下 该胖的 终归会胖的 不胖的 你怎么吃 也不会胖 其实你吃多少 都没有关系 你要运动 消耗掉 一样的 因为我是一个勤快的人 也有一点带自夸 不过我周围的人 都说我很勤快 我家里头 所有的事情 几乎都是我去做 所以呢 你看我又上班 我还要搭买卫生 买菜 乱七八糟 但是你也会 为了家人嘛 你也会觉得 这就是你每天的日常 因为不然的话 你每天上班 两点一线 太枯燥了 觉得还不错 煎鸡蛋 她煎的鸡蛋 就是比较健康的那种 但是在我闺女眼里头的话 我们这种煎鸡蛋 它不好吃 它要煎的就是油多一点 煎的脆脆的 我闺女今天到市中心去玩 很多人会 你闺女到哪去了 有的时候会说 你闺女可能谈恋爱了 这个年纪不谈恋爱 干嘛呢 我就跟她谈 如果你谈恋爱的话 千万不要影响你的学习 女人一定要投资自己 任何人都靠不住 只能靠自己 不是说男人不好 男人也好 男人只会给你锦上添花 不会给你雪中送炭 所以一切要靠自己 自己有了 你自身的条件好了 你身边的都是优秀的男人 如果你自己不好 你看为什么有一堆的渣男呢 那你要考虑下你自己 是不是要提高下你的自己 看我老公现在开始喝啤酒了 现在是中午 晚上一点钟 他说因为吃这个香肠的话 其实应该配上慕尼黑那边的 就是黄皮 德语叫Heave Weizen 就是白皮的意思 Weizen Heave是酵母的意思 它就比较浓稠的那种 就是之前我喜欢喝的 他说 一定要喝点啤酒 这就是德国男人 德国男人的话 把啤酒当水喝的 所以你不要 就是说有的时候会认为 多喝不好 他们已经习惯了 他们也是从爷爷的爷爷 就已经开始喝啤酒了 所以他们天生的肝功能和肾功能 各方面都超越其他的国家 我觉得 一开始我没有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我不知道德国男人的生活现实中 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德国的足球也很出名 德国的啤酒也很出名 我以为德国的男人下了班 到家就是开了一瓶啤酒 坐在电视机前看足球赛 我们家这个可能有点不正宗 因为他不喜欢看足球赛 他不喜欢运动 他唯一的运动就是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是运动 是运动 但是你不喜欢足球 他还跟我纠正呢 我现在讲话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了 因为他听得懂很多很多了 我听不懂 你又来谦虚了 在我这里谦虚没有用 所以我老公的话 他没有 我老公除了就喜欢坐在电脑面前 第一他不打游戏 他除了看新闻 看一下网上就是他研究的东西 像就比方来说 我老公现在就是在研究智能 就是像家庭智能啊那些东西 他就喜欢研究自己去安装啊 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工作 我老公呢也不抽烟 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 他也不赌钱 就这个 你说其实说好也挺好的 有的时候跟他生起气来的时候 也很生气 因为他比较酱 德国男人是特别特别的酱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听 我们家卫生间里头装了一个镜子 那个镜子呢就是 他要放平 因为挂在墙上的 带灯的那种 结果呢 我们半夜三更的去装 因为白天他要上班 我们装了之后也很困 他一直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去安装这个镜子的 结果三下五下拿下来之后啊 因为人也困了 也没有耐心呢 结果呢 那个镜子给磕坏了 就是因为 那个镜子就 一丁点 我们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他拿了一个水瓶尺去量 他要平衡 一丁点都不能擦的 这就是德国男人 而且我们家这个是 以前是做机械销售的 他们生产的 就是螺丝刀啊 就是用头发丝来形容的 所以他这个势力啊 对于这个尺寸啊 把握的超级准 为了这个事情 跟他干了很多的仗 家里头所有的东西 只要挂在墙上的 必须要量的精准到 一分一毫都不能擦 所以炒了无数的价 哎呀 每次我就在想啊 千万家里头不要买个东西 再回来挂了 如果挂的话 那那一天千万我不要在家 如果在家的话 哎呀 那我就照样了 我已经来到树林里头 也不算森林了 找蘑菇的 我看人家现在都采到鸡油菌了 但是我一个没看到 我估计我们这里头树林里头没有 但是我还是不死心 想看一看 来了另外一个地方 看 终于见到一个蘑菇了 这个蘑菇不知道是什么蘑菇 看这么多的那个鼻涕虫 我留在吃 一不小心看到一朵这个黄南菇 这个是在德国以前被评为 德国最好吃的蘑菇之一的 就这个蘑菇 到家了 一个没找到 还不如在家歇歇呢 不过就像运动了一样 看我家这个花 哎呦 剩下的火锅 我又加了一点菠菜 昨天菠菜都没人吃 我今天给他加了一头了 又加了点牛肉卷 美美的这么一大锅 人家全是我 全是菜 好了 我吃饭了 祝大家晚安吧 明天要上课了 下个星期四 是国定假日 又不上班了 挺好吧 咱们明天见咯 拜拜